这里就是流淌着正无甘露的菩提泉 此处的泉水是被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 觉醒之泉 开悟之泉 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朝圣者都要喝几口圣水 洗手敬礼 在莲师到来之前 这里到处充斥着无序和野蛮 以大地四女为首的魔仲 摧残生命 危害人间 莲师在菩提村完成了12年的普巴金刚闭关 在去西藏之前来到这里修行闭关 当莲师开始持送精咒 整片森林便形成了一个彩虹色的保护权 森林里的魔仲立刻失去了自由 无法动弹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喝 使他们恶红了眼 待莲师完成闭关 森林没有了保护权 种魔恢复自由 欲要杀死莲师来加餐 怎奈莲师法力无边 魔仲既不如人被收鞭 自此他们成为普巴金刚弹城的护法 忽悠当地人民和朝圣者的安全 此处原本缺水干旱 莲师将普巴插入岩石中便涌出甘泉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 来朝拜莲师圣地神圣之权 这里本有一处美丽寺院 15年大地震被完全摧毁 目前还在重建